今天最精采的時刻 見證 我們這一路走來 雖然辛苦 但是我們不怕艱苦的時間 我們現場的好朋友 是不是在這處 保安生 害怕我們的民主進步動 好嗎 今天下午開始 我們在這裡的黨慶 雖然 雨水 有一點 撒嬌了大家 這個聚集的一個熱情 但是你看 越晚雨就停了 而且越來越停之後 我們立委突然就躲起來了 陣容就堅強了 我們從今天開始 一連串的 從全台會到黨禁 我們希望讓社會看到 我們開始真正的 有更團結的氣氛在 而且蔡總統今天在講話當中 也再度的表示 全黨的團結 未來是無以可缺的 那這一點 黨的部分 一定要充分的去扮演好這樣的角色 我們一定要把所有的人都找回來 一起來打這場 很關鍵的選舉 一定要得到最後的勝利 主席大會去死的時候 特別提到賴院長 那這是不是大家提出 說是蔡賴美容的 今天在全台會講話的人 都會提到賴院長 因為真的是在總統初選的過程當中 兩位都讓我們看到了 身為國家領導人的高度跟風度 未來我們希望總統帶領團隊 賴院長也能夠促進我們內部的和解 跟團結 大家一起努力把這個選舉給打好 同時立委的部分 總統本身跟賴院長一定會分工合作 把我們75個戰區的立委 每個戰區得到勝利 我們好好的規劃 從10月3號開始 就是進入到最後的100天 10月3號我們有個青年部的活動 我把它定為我們100天大作戰當中的第一個計劃 我們希望所有的我們年輕朋友們 在那一天能夠用一個嶄新的戰術戰略跟戰法 來跟台灣的人民說 我們在新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擷取社會之所需 我們會達到我們想要找的目的 總統今天有公開喊話 您覺得是不是兩個人能夠搭檔的機率越來越高 他們互相事實善意 我們都期待 因為這個我不能代替總統答覆 因為這是總統的成績 那我們都尊重他 但是他今天很公然的 就是認為民進黨的團隊 這是一件好舒服 好嗎 謝謝